接下来我们来实作 排序的时候两两相比 大的往后丢 往后丢的互换的函数 运算的模组 互换的话我们称作swap 所以我们在这边写一个swap的函数设计 这个swap的函数设计里头 我们需要传进来两个物件 才能够做交换 所以第一个物件呢 它的类别是cperson的一个参考 假设我们把它称作a 然后第二个物件呢 是cperson的也是一个参考 那我们称作b 那我们会希望说 去把a跟b这两个物件呢 把它调换过来 那在这个实作的部分 我们先等一下 那我们先来看 怎么样用这个swap这个函数 就是说假设呢 a比b来的小的话 那我们想要把它做调换 不是讲错了 就是说假设a比b来的大的话 大的往后丢 所以如果a比b来的大的话 我们想要把a跟b做调换 那在这边我们可以写一个测试的程式 就是如果a大于b的话 那我们就把 不叫swap 把a跟b传进去做交换 那交换完之后呢 我们再去把cout把a印出来看 看说是不是针柳换过来 然后cout把b印出来看 看是不是针柳换过来 所以组程式在这边 我们可以透过 在a大于b的情况下去做交换 来测试这个swap的程式模组 那swap的程式模组 这边应该要怎么设计呢 首先在做交换的时候呢 它的情况是说 我需要先产生一个暂存的物件 比如叫做tmp的一个暂存的这个物件 那这个暂存的物件呢 我需要让这个 比如红色的这个物件 可以放到暂存的这边来 然后之后呢 再把这个红色的这个物件呢 替换成这个蓝色的这个物件 把红色这个物件替换成这个蓝色的物件 替换成这个绿色的这个物件 然后之后呢再把这个蓝色的这个物件 再替换成 暂存的这个绿色物件 所以在做swap的这个交换的时候 其实我们会需要一个暂存的这个物件 用来做两者交换的时候的一个 buffer 因此在程式第47行的地方 我们这边会先宣开一个cperson 叫temp 然后一开始的时候让temp和a一样 然后让a等于b 然后让b等于temp 这样就可以完成a跟b 两个物件交换的这个程式设计 那接下来就来做测试 那测试的时候呢 我们用这个junk跟sw当作例子 所以我们这边先复制 然后编译程式 编译好之后呢去执行 执行的时候呢就贴上来 贴上来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到说 我输入的部分呢是junk跟sw 然后因为呢junk是a a呢它小于等于b 所以呢 在这边它不会做交换 它会维持原来的顺序 是junk跟sw的顺序 那这部分是测试到 第59行的这个程式嘛 那如果我们要测试 这个57行这个swap的话 那我们必须改用 same跟junk去做测试 在这边复制 然后再执行一点 那在这边把它贴上来 那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输入的时候是same跟junk 然后same是a 然后junk是b 然后a大于b 因此我们会把它换过来 换过来之后变成junk跟same 那这样就是符合我们预期的效果 然后再试一下 我会看到 我会看到 我会看到